台风杜苏瑞来势汹汹 经经济地区暴雨连连 北京周边的水位不断上涨 房山门头沟的降雨量 直接超过了2012年的7.21特大暴雨 那场大暴雨导致严重的内涝和泥石流 79人不幸遇难 160多万人受灾 经济损失超过了百亿 这一次降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减少永定河流域洪水带来的危害 北京第一次启用了 1998年建厂的制洪水库去洪 希望能以此最大限度的 减少洪水对下游地区的影响 北京再次笼罩在了洪水的阴霾之中 永定河流域水位不断上涨 来势汹汹 虽然叫做永定河 但是这一条河并没有给北京城 带来太多的安定 历史上水混不断 本期统统就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一讲 这一条七烟北京十次改道的永定河 为何会水混不断呢 永定河对于北京城的人来说是又爱又恨 他是北京的母亲河 给这一座城带来了生机 却又因为水混难以治理 危害也从未停止过 永定河的名字是康熙亲自命名的 就是希望这一条河能够安定 不要再洪水泛滥 为祸百姓了 能够平三番斗敖拜 有雄才伪劣的康熙皇帝 对于家门口的这一条河也是颇为头疼 要不然也不会用改名字的这一种类似 祈福的方式了 这就从侧面说明 这一条河是难治理的 光靠人力还是搞不定 康熙为了治理永定河 可是花费了大力气的 康熙七年 永定河就给这位年轻的皇帝一个迎头痛击 冲垮了跨卢沟桥的两个桥洞 洪水直奔北京城 宣武门前的商贩直接被洪水给带走了 积水深达了五尺 混散一下大概有一米六 康熙特意登上了五门 看到三分之一的北京城被淹了 让他痛心疾首 所以改名为永定 希望不要再洪水泛滥了 那么永定河为什么会难治理 从他的小名小黄河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跟黄河很相似 发源于黄土高原 携带着大量的泥沙 在北京古人类周口店园人的时候就存在了 给北京城带来了生机 却太过于随心所欲 流域经过的地区都是北方 每到七八月份 就因为气候的原因水量大涨 加上携带泥沙 下游的水流变缓之后 就会积累淤泥成为地上河 河岛说改就改 因为过于随心所欲 百姓都喜欢叫它吴定河 那么永定河的水患到底有多么的频繁呢 从今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 长达八百三十四年的记载里 光是绝口慢溢就有一百四十六次 改道更是高达了十次 平均下来相当于每五年就会发生一次洪灾 确实是祸患不断 任哪一个皇帝坐镇都会头痛不已的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 永定河曾经七燕北京城 八燕天京城 除了河流本身的问题无法根治之外 还受到了北方长期战乱的影响 明朝为了防御游牧民族来偷袭 简单粗暴的每年放火烧山 没有了树木固定土壤 永定河中的泥沙自然就更多了 水患更加的频繁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国家开始系统科学的对永定河进行了治理 1951年10月 永定河的关厅水库正式动工 为了最大程度上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四万多人仅用两年半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一项坚决的工程 毛主席亲自视察 并写下了庆祝关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的题词 这座水库不仅可以防洪 还能够发电灌溉 为北京和下游城市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如今永定河上的水利设施不断的完善 相信在科学的防洪举措之下 会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洪水无情 人间有爱 希望洪水早日平息